你看那個場合裡面 反韓的啦 跟韓競爭的啦 被韓從後面補一刀的啦 都在場 唯一呢 就是沒有韓國瑜 所以他事後要補一個聲明說他挺韓國瑜的 所以這就很麻煩 就是說 對國民黨來講 現在的麻煩就是說 原來的韓粉跟原來的鍋粉 他能不能迅速的在區議立委裡面融合成一塊 你不要到時候韓粉跟國粉又打一架 那你說打一架 怕國民黨的區議立委怎麼選 那如果國粉 韓粉不能站在一起 把票投出來 那在那個敏感區的國民黨候選人 他怎麼跟韓聯合作戰啊 我那麼講 如果我覺得審次會就比較沒有問題嘛 審次會就不需要 不差那一點嘛 因為那個是藍軍絕對優勢區嘛 他少一萬票 兩萬票都會過關的地方嘛 就是我少兩萬票 我都還會當選的地方啊 所以像審次會這種命好的 就是 每個選區有他的DNA啊 像這種DNA就是特別好的 那就是人家命好 所以那個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你就要看你自己選區的DNA是長什麼樣子 你若是五五波呢 如果你是 你是剛好那個韓黑 不是韓黑說對不起 講太快了 韓粉跟鍋粉 不是旗鼓相當的 那你真的要很小心 從這個東西連動下來 連動下來 你就會看到那個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就為了跟民調 你現在看到蘋果的民調最有趣 就是說你看蔡英文四成 韓國瑜二十二點三 這個數字實在是又往下掉 又敢佔心驚 你看到不表態率比較高 原來會支持韓國瑜的人本來就不可能投給蔡英文 會支持韓國瑜的 你要轉到蔡英文很難 可是這時候就要問了 那原來會支持韓國瑜的人 為什麼沒有在表態支持 我為什麼會講這個事情 你就想一件事情 在做民調的時候 你可以不喜歡蘋果 可是每一家都有評論現象 就是韓國瑜還是在往下掉 都已經出征第八天的民調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往下掉 為什麼呢 因為你現在是在追蔡英文 所以每一個韓粉理論上基於她對韓國瑜的支持 一定是踴躍表態 接到電話的時候一定要表態 這樣我才能把韓國瑜拉高 韓粉的動機裡面 她不能去隱藏自己 她硬隱藏自己怎麼辦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韓國瑜跟蔡英文會越拉越遠 就雪崩了 越拉越遠會發生什麼結果你知道嗎 西瓜效應嗎 張華縣縣長那事就出來了 張立善娃不會懷疑她 因為韓國瑜跟張家的關係 你說張立善去跟蔡英文總統要經費 就是張立善要倒戈 我不會這麼解釋 可是王惠美很怪 為什麼怪 因為王惠美旁邊正了兩個民進黨的立委 對 那個很怪 國民黨你要用這個事情去追究王惠美也不容易 可是這張照片因為是10月16號的事情 放在那裡跟蔡英文已經夠敏感了 你旁邊還有兩個跟國民黨競爭的 為什麼很難看 韓國瑜最需要是什麼 是民調要追上來 韓國瑜的民調不能一直一直往下掉啊 對 所以你在看民調的時候 為表態37 裡面大概有10幾%是都不投的 所以那個10幾%是不投票的 那個就可以放掉 剩下有10幾%是會投的 或者他告訴你還沒決定的 這一些除非這10幾%的人 全部都要韓國瑜一個人拿走 就是他通吃啊 他才可以跟蔡英文打平或者領先一點點 可是你要想想看你要做什麼事情才能通吃那些未表態的人 那些未表態的人 之所以會未表態 他一定是對兩個人都有意見 好 那這個時候就涉及到我們剛剛講這一連串的這些 這些這些講話啦政見啦 就是當你在講要賣水果的時候 人家水果已經出去了 當你要講什麼時候如果人家都已經在做了 比如說這兩天撿到槍的 這個韓國國民黨撿到槍的這個 陳同佳的案子 陳同佳的案子 今天傍晚這個陸委會已經開記者會了 已經派人要去香港接人了 就已經要派人去接了嘛 好那你怎麼辦你下一步怎麼辦 也就是整個選舉的節奏 大家會酸他笑他批評他 或者有的人是喜歡他